請各位以熱烈掌聲歡迎中華民國的總統 蔡英國總統 今年是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辦入第 68 屆 今天很高興來到台南 跟大家在一起見證總會長 跟李建勢宣誓就職 我們青商會長期關注公共議題 也是政府推動我們政策的好夥伴 青商會對社會是充滿了用心和付出 未來在王國戰總會長的代理之下 一定會繼續把王華民發揚 藉這個機會 我也要代表政府 感謝大家為台灣所做的一切 過去三年多來 在臺灣面對國際經貿的巨大變局 在大家的武力之下 去年我們也不錯的經濟成長 經濟穩定成長 回到了亞洲四小樓的第一名 股市上萬年更是常態 我們也在美中的貿易戰中 把握機會 迎來了規模最龐大的開商回代投資 也讓外商看好臺灣經濟的前進 大幅加碼 統治臺灣 接下來 政府還有持續推動產業轉型 把臺灣打造成高科技 還有產業人才的培育重鎮 讓臺灣在全球的經濟變異中 可以脫胎 灌股 戰狼角力 我也有信心 今年臺灣的經濟狀況一定會更好 各位青商會的夥伴 都是政府和業界的重要橋梁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繼續提供寶貴的意見 給政府最大的支持 一起來打拼